美国的故事第32章 常识 作者碧兰 朗读者有意 常识 历史学家们认为 美国革命从1765年的反印花税法案就开始了 到1775年年底已经闹腾了十年 在这十年中 北美人慷慨激昂地抨击英帝国的暴政 甚至拿起武器挑战英帝国的权威 但是有一件事却没有人认真地想过 我们到底想要一个什么样的结局 至少在1775年年底 大多数革命派心中的理想仍然是英国人的权利 也就是在英帝国内部 与英国本土人平起平坐 不管是大陆会议还是华盛顿的大陆军 大家的默契是只反议会 不反国王 也不知道他们从哪学来的清军策的智慧 不仅如此 殖民地人还无比怀念1765年以前那自由快乐的北美 大陆会议中最激进的革命者约翰·亚当斯 以惊人的诚实在日记中写下上面这句话 在革命中 我们无时无刻不盼望回到从前 为此我愿意放弃所有的一切 这话要是出自别人之口倒没什么稀奇的 但亚当斯堪称美国革命的教父 连他都这么练就 其他人什么样可想而知了 历史仿佛看到了北美的犹豫和彷徨 他为北美找到了一位领路人 但这一次他没把革命的火炬交给土生土长的美洲人 而是很幽默地选择了一个英国人 他在独立战争爆发前几个月才来到北美 却在短短的一年中让每个人都认识到 与英国彻底分离才是革命的唯一出路 这个人的名字叫托马斯·潘恩 1737年1月29日 托马斯·潘恩生于英国诺福克郡的一个平民家庭 因为家里穷他13岁就辍学了 先跟父亲学制衣 后来又去海上考生活 1759年他开了自己的商店结了婚 但好景不成生意垮纳 妻子和孩子都在难产中死去 再后来他当过税收官 货物检验员 学校老师等等 可是不管做什么 他都做不长久 而且总是以失败而告终 潘恩性格倔强 非常固执 甚至有点偏执狂 他不懂人情世故 很难与人相处 谁都不喜欢他 1774年就在潘恩历尽生活的艰辛 跌得鼻青脸肿的时候 他见到了当时北美 常驻英国的贸易代表 本杰明富兰克林 潘恩是通过朋友介绍认识富兰克林的 富兰克林在与潘恩的谈话中 发现他对自由有着近乎疯狂的渴望和热情 他的言辞和他写的小文章犀利而精辟 有一种在瞬间就能射人心魄的魅力 富兰克林向他介绍了北美的情况 好像忽然在潘恩面前打开了一扇门 他立刻明白了自己应该做什么 新大陆那就是他要去的地方 富兰克林也认为潘恩的才华 只有在不拘一格的新大陆才能得到认可 于是他给潘恩写了一封介绍信 让他去费城发展 1774年10月 37岁的潘恩踏上了去北美的航程 然而他差一点见不到新大陆 在横穿大西洋的两个月中 船上因饮食卫生条件极差而爆发了传染病 五名乘客死亡 潘恩也大病不起 船员问眼看他不行了 把他抬到甲板上 只等他一咽气就往海里扔 可是他这口气始终没咽下去 硬是撑到了北美 当船终于到达费城时 潘恩已经奄奄一息 富兰克林的私人医生去码头接潘恩 左等不来右等不来 乘客全都走光了 最后船员们台下一个活死人 那就是潘恩 医生赶紧把他台会去 精心调制了六个星期 他才渐渐恢复了健康 凭着富兰克林的介绍信 他很快就找到了工作 1775年1月 潘恩成为宾夕法尼亚杂志的一名编辑 他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专注地工作过 也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赎心 潘恩似乎注定就是为革命而生 1775年4月 也就是他到新大陆巡检五个月后 莱克星顿的枪声就打响了 5月第二次大陆会议在费城召开 华盛顿被任命为大陆军的总司令 北美与英国的对抗上升为战争 潘恩兴奋地看着这一切 他说从我进入这个国家的那一刻起 我就想把它点燃 他在报纸上杂志上发表了很多支持革命的文章 他与本杰明罗石医生成为好朋友 罗石是新大陆最有名的医生 一个坚定的革命者 他是富兰克林、亚当斯、杰弗逊的朋友 也是大陆会议的代表 潘恩告诉罗石他想写一本宣传革命的小册子 题目是简单的真理 罗石建议他改为常识 因为这样更能打动普通人的心 1776年1月潘恩的小册子常识完成了 起初没人愿意为他印刷出版 后来他许诺把这本书销售收入的一半分给一位出版商 人家才答应 他们都没有意识到这是多大的一笔钱 潘恩知道自己写的东西太反动 所以最初没敢漏真名 只署名一个英国人 到第二半时他才署上了真名 这本47页的小册子 从问世的那一刻起就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在各殖民地间迅速的传播 三个月之内就卖出了十万册 在整个革命期间卖出了五十多万册 当时的北美殖民地共三百万人 其中有阅读能力的自由居民不到二百万人 也就是说大约平均每四人就有一本常识 按这个比例 它至今仍然是美国历史上最热门的畅销书 在酒吧里 饭桌上 街道旁 到处都可以看到人们手捧常识 或认真阅读 或大声的朗诵 周围聚集着那些不识字 或买不起书的人 他们如鸡似渴地听着书中的每一个字 常识在北美殖民地掀起了一场全民大讨论 他好像一下子拨开云雾 让人们看清了革命的前途 那么常识到底讲了些什么呢 让大家如此着迷 首先 潘恩把矛头直指君主制 此前 大家觉得一切都是英国议会的错 国王是无辜的 但潘恩说 一切罪恶的根源正是君主制 他用通俗易懂的方式 简述了人类社会的起源和英国的历史 指出 世袭的国王为满足自己的欲望 只能给人民带来灾难 英国的政治制度之所以受到很多人的赞赏 不是因为它保留了国王 而是因为它保障了民主 英国的强大不是来源于国王的英明 而是取决于人民的素质 但现在民主正受到王权的侵蚀 乔治三世的贪婪和自私让腐败横行 这种腐败也蔓延到新大陆 所以对国王的忠诚毫无道理 对那些希望与英国和解的人潘恩说 英帝国绝对不会保护北美的利益 在英国与北美的关系中 北美将永远处于从属地位 现在北美已经花费了这么多资源 反抗英国的暴政 如果这种斗争的结果 只是取得与英国的和解 那就太不值了 即使英王迫于压力同意和解 他早晚会卷土重来 在英王的统治下 北美不可能获得真正的法治和公平 为了子孙后代的幸福 我们应该彻底摆脱英国 建立自己的国家 由一个五千公里以外的小岛 统治一个大陆 这是非常愚蠢的事 潘恩宣称 现在是分手的时候了 有人认为北美人是英国人的后裔 英国与北美是母女关系 血浓于水 潘恩指出 美利坚民族不只是英国人的后裔 也是所有欧洲人的后裔 它的血缘远远超出了英国人的范畴 北美的革命不是女儿对母亲的背叛 而是人类对理想的追求 他说北美的道路也是全人类应该走的道路 北美的幸福也是全人类应该追求的幸福 接着潘恩分析了北美目前的局势 告诉人们要认清自己的优势 他说英国的强大是表面的 战争的胜利不属于强者 而属于团结起来的人民 现在各殖民地联合在一起 正是打败英国的最好时机 如果错过了 以后殖民地回到各自为政的状态 他们将永远无法战胜英国 潘恩认为北美的实力不容小觑 没有一个国家有北美这样优越的地理位置 也没有一个国家有北美这样丰富的自然资源 北美的贸易完全不必依赖英国 只要欧洲人还吃饭 北美的农产品就不愁眉市场 在脱离英国后 北美只会更繁荣 常诗中最著名的一段话 是对自由的描述 啊 你们这些不但敢反抗暴政 而且敢反抗暴军的人 请站出来 旧世界遍地盛行着压迫 自由遭到驱逐 亚洲和非洲早已把他赶走 欧洲把他当成怪物 英国已经对他下了逐客令 接纳这个逃亡者 为人类准备一个避难所罢 我们有能力让世界重新开始 潘恩还在他的小册子中宣扬了一个重要的思想 就是在独立之后建立一个民主共和国 人们也许会问 一个没有国王的北美将靠什么保护人民的权利呢 潘恩说 让我们为宪章加冕 北美的法律就是国王 一个在法治基础上的民选政府 才能真正让人民获得幸福 其实除了宣传独立之外 潘恩在常识中表达的政治观点不是新床的 在他之前 欧洲和北美的思想家政治家都已经阐述了很多次 远的不说 富兰克林亚当斯杰弗逊这些一流的政治家 早就在他们的文章中对民主和自由有过比潘恩更深刻的诠释 但是为什么偏偏常识能够引起这么大的轰动呢 第一 他生逢其始 就在北美人最拿不定主意的时候 来了个醍醐灌顶 第二 也是最重要的原因 是潘恩用了大家都能看懂的语言 富兰克林亚当斯杰弗逊都是知识精英 他们学富武车 博古通金 他们的政论文章 旁征博引 甚至大端引用拉丁原文 如果你看不懂 对不起 那不是写给你看的 他们的读者只能是高级知识分子 但潘恩就不同了 他倾诉的对象是最普通的民众 他要用最通俗的语言 最明白的道理 让每个识字的人都看懂 让每个不识字的人都听懂 这种风格让人耳目一新 他如此受欢迎也就不足为奇了 常识的影响之大 怎么说都不过分 几个月间 北美的民意从观望转向独立 再加上大陆军在波士顿的胜利 独立似乎成了大势所趋 几乎每个大陆军战士的背包里 都有一本翻得皱皱巴巴的常识 华盛顿也说 这本书让我的内心产生了难以名状的改变 很多人读了常识后变成了革命者 参加了大陆军 人们说美国革命有三只火把 第一只是塞缪尔亚当斯 他的自由之子拉开了北美反抗暴政的序幕 第二只是帕特里克亨利 他那不自由勿宁死的誓言 让北美人拿起武器保卫自己的家园 第三只就是托马斯潘恩 他的常识让北美走上独立之路 约翰亚当斯说 没有常识作者的这支笔 华盛顿举起的剑将徒劳无功 潘恩可不是个光说不恋的人 大陆会议为表彰他的功劳 请他到国会外事委员会工作 他把自己工资的三分之一都捐给了大陆军 后来他干脆投笔从容参加了大陆军 在革命最黑暗的时刻 他写了美国危机系列小册子 鼓励大家为理想而战 每当华盛顿想鼓舞士气的时候 他就让人在军中大声地朗读攀恩的 美国危机系列 那句这是考验人灵魂的时刻 成了美国革命的经典名言 潘恩与华盛顿之间也建立起深厚的友谊 独立战争胜利后 在华盛顿的敦促下 国会奖给潘恩三千美元作为报酬 纽约州奖给他一片土地 宾夕法尼亚也给他一笔钱 马里兰州授予他公民身份 这样在马里兰加入联邦后 他就自动成了美国公民 可他注定就不是个安生的人 1787年 为了给自己设计的桥梁申请贷款 他来到伦敦 不久法国革命爆发 他激情又上来了 写下了人权 无情地抨击君主制 歌颂法国革命 英国政府把他视为叛徒 驱逐出境 潘恩来到巴黎 虽然他一句法语都不会说 但还是被选入法国国民大会 他与华盛顿 弗兰克林 汉米尔顿等几位重要的国父一起 被授予巴黎荣誉市民的称号 然而接下来 潘恩的命运急转直下 1793年 以罗伯斯比尔为首的雅各宾派 取得政权 开始了红色恐怖 潘恩因反对处决国王路易十六 而被看成共和国的敌人 在1793年12月 被捕入狱 在狱中他写下著名的理性时代 随着革命形势越来越紧张 雅各宾派也越来越疯狂 他们开始处决嫌疑犯 断头台上 血流成河 巴黎成了人间地狱 眼看着屠刀正向自己砍来 潘恩唯一的救命稻草 就是他的美国公民身份 因为当时美国与法国是友好国家 法国不会对美国公民动手 可是当潘恩要求美国驻法公时 古弗纳莫里斯证明他的公民身份时 莫里斯已找不到文件为由拒绝了 其实是因为在美国时 莫里斯就与潘恩不合 这次正好挟思报复 英国盼他死 法国要他死 美国看他死 这下潘恩死定了 当时潘恩正生着病高烧不退 仅仅因为御官在他牢房门口做错了记号 潘恩侥幸逃过一劫 当夜没有被送往断头台 就是这几天的缓冲时间救了他的命 因为三天后 雅各宾派就垮台了 虽然命暂时保住了 但监狱还是出不去 1794年10月 詹姆斯门罗成为美国驻法公使 他上任后做的第一件事情 就是营救潘恩 他向法国政府出示文件 证明潘恩的美国公民身份 11月潘恩获释出狱 他在感谢门罗的同时 也指责华盛顿忘恩负义 在关键时刻抛弃了他 他一直以为莫里斯的卑鄙行径 是受华盛顿总统的指挥 因为当时美国正跟英国商谈 结一条约 华盛顿不愿得罪英国 至于到底是莫里斯一手遮天 还是华盛顿见死不救 历史没有给我们确切的答案 但潘恩认定华盛顿有罪 背叛了他们的友谊 他发表了一系列 攻击华盛顿的文章 在一封公开信中说 全世界都在怀疑 你到底是叛徒还是骗子 你到底是背弃了原则 还是本来就没有原则 华盛顿可能这辈子 都没碰到过这样 指着他的鼻子骂他的人 出狱后 潘恩拒绝回美国 他认为在华盛顿总统 和他的继任者亚当斯总统的统治下 美国已背离了当年的共和理想 拿破仑当政时专门接见潘恩 对他大家赞赏 说我每天都整着人权睡觉 可是后来拿破仑抛弃了共和国 登基当了皇帝 潘恩骂道 他是个反复无常的骗子 1802年潘恩接受了 杰弗逊总统的邀请回美国定居 当时正值第二次大觉醒运动 在美国兴起 人们对上帝和基督教的热情 空前高涨 潘恩也不知道是哪根筋搭错了 发表了很多抨击教会的文章 引起人们的不满 在美国有两尊佛是碰不得的 一个是上帝 一个是华盛顿 美国是个信仰自由的国家 但同时也是个有信仰的国家 你可以不信上帝 但不能攻击上帝 因为这样做 妨碍了别人的信仰 对华盛顿 你可以怀疑他的能力 也可以反对他的施政方针 但不能侮辱他的人格 因为他代表的是主流价值观 可惜潘恩不懂这些 他恰恰刺痛了美国人 这两根最敏感的神经 那日子能好过才怪呢 1809年 潘恩在贫困潦倒中去世 没有一个教会 愿意为他举行葬礼 只有六个人 看着他下葬 情景无比的凄凉 当尘埃落定 后世的美国人 再次翻开那段历史 他们无法默示潘恩 为革命立下的不朽功勋 这位既没签署过独立宣言 也没有签署过 美国宪法的英国人 成了最著名的建国国府之一 潘恩的故事结束了 常识掀起的革命浪潮 才刚刚开始 面对争取独立的呼声 犹豫不决的大陆会议 再也无法逃避了 他们将做出怎样的抉择 他们将以什么样的方式 向世人宣告一个新的国家的诞生呢 请看下一个故事 独立宣言